好了,我們繼續回來 屎裡的主人們見到德烈的指望就沒有了 捉住保羅和西拉,就拉到他們到屎閘那裡見首領 又帶到官長面前就說 你們這些傢伙原本是猶太人 竟然來騷擾我們的城 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受不可以受不可以行的規矩 眾人就一起起來攻擊他們 官長就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很多棍,就把他們捉在家裡 就捉負那些禁竹嚴密地看守著 好了,這就是肥拉比相傳監獄的遺跡 禁竹領了他們的命 就把他們放在內家裡 兩腳用木狗鎖住 大約半夜的時候,保羅和西拉就祈禱 也唱詩歌讚美神 眾囚犯又質疑而聽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連監牢裡的地基都搖動 家門就立刻開了 眾囚犯的鎖鏈也鬆開了 禁足一醒,看見家門傳開 以為囚犯都已經走了,就準備拔刀自殺 保羅大聲呼叫,不要傷害自己 我們還在這裡 禁足就拿起燈來跳進去 戰戰經跟伏在保羅和西拉面前 又領他們出來說 兩位先生,我怎樣才能得救 他們就說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們就把主的道傳給他和全家的人聽 當晚禁足就把他們帶去 洗了他們的傷 他和屬服他的人就立刻受了洗 於是禁足就讓他們到自己家裡 讓他們裝飯 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就非常歡喜 好,這裡說 讚美就是神兒女最高的工作 而讚美也是憲制 禁足是真戰,讚美是誇成 如果不能禁足的話,最起碼都可以讚美 好了 全家得救 在救藥裡面就有羅雅全家得救 而羅德就在索當馬裡面全家被得救 在埃及地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是過這個如意節 每一家都吃一隻羊膏 那拉俠就是約書雅記裡面的拉俠也是全家得救 而新藥,什麼人是得救的呢 就是有瑞利的薩蓋 加伯龍的大臣 百夫長哥利劉 賣布的 賣布的呂底雅 以及現在的肥納比的禁足 好了,到天關了 官長就打佛差役來釋放這兩個人 禁足就把這句話告訴保羅 官長就打佛人來釋放你們 現在去出監,平平安安地去 保羅就說,我們是羅馬人 並沒有定罪 他們就在眾人面前打了我 又把我們下到監 現在要先這樣搏我們走嗎? 那是不行的 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 警察就把這個話題品佈了官長 品佈官長就聽到 他們原來是羅馬人 超膽 於是就來勸他們 領他們出來請他們離開這個城 那兩個人出了監 就往了這個呂底雅的家裡 見了弟兄們 就勸他們一回就走了 好了,今天講耶路撒冷大會 和第二次旅行的開始 就講到這裡 我們之後會繼續為大家講 第二次宣教旅程 大家繼續留意